国际焦点继续来关注的是俄乌战争 已经被乌克兰收复的南部大臣赫尔松 周日再度被俄军空袭 还造成了三人死亡 十人受伤 另外在拿下盐矿小镇苏勒达尔之后 俄军现在则把攻势 集中在盾内刺客西南侧的布格列达尔 CNN分析认为 俄军想要分散乌克兰的兵力 在借机强攻巴赫姆特 乌军在瓦砾堆中拉出飞弹残骸 乌克兰南部大臣赫尔松 周日再度被俄军空袭 这栋民宅外墙整个被炸垮 厨房直接暴露在外 不只民宅 当地一家医院和一所学校也遭滥炸 造成三人死亡 十人受伤 作为乌克兰最重要的城市之一 赫尔松几乎变成鬼城 许多建筑被炸得满目窗移 但依旧留在赫尔松的民众 担心战火随时可能重新复燃 这年原本住在地内伯和东安的民众 因为二军在东安住家 他根本回不了家 尽管赫尔松重回乌克兰掌控下 但民众的生活依旧不好过 得靠人到救援送来的葵花油 暂时先充当拉住喊变灯使用 虽然害怕战火重新链 但荷尔松民众还是得继续过生活 很多人选择回到家园 想办法慢慢重新 全都应该死亡 全都应该是几千人 现在在城市里住了近五十人 虽然的人湾点 已经在地下 都村长过了 这些地方 明显得温柏 自为主公司 不刊足 我们的迷失 甚至有民众 因为家里没有电 没水 没暖流 已经在地下 多了十个月 另外在屋东 断内属 斯坡 总统 斯坚 此等 是 非常嚴峻 自然司機再度呼籲西方盟友加快腳步攻擊武器 因為巴хамут周邊二軍正加大火力攻擊當中 冰天雪地裡德國電視台記者跟著烏克蘭部隊 躲進這棟廢墟 直擊他們操作無人機精準轟炸二軍目標 沒有,今天沒有,今天他們很貴重 告訴你 對,我找了三射撃和三射撃 顿内斯克南方的布格列达尔小镇中央突然爆炸 冒出熊熊火光 随后瞬间被浓烟笼罩宛如末日场景 CNN分析认为 莫斯科为了掌控整个顿内斯克 布格列达尔成为现在主要攻击目标 目的是使用调捕离山之计 前线战况陷入胶着 前线战况陷入胶着 任何俄军倾斜的区域放眼望去没有一栋房屋完好 民众看到家园如此残破 留下无奈的泪水 真的犹如世界末日 乌克兰国防部释出这段纪录片 就连一个13个月大的孩子在俄军不断轰炸下被迫在地下室黑暗中长大 他连学习走路的空间都没有 妈妈只能哽咽期盼战火赶快结束 让女儿能平安长大 TVB新闻综合报道 俄务战争打到现在就快满一年了 德国美国都确定将提供坦克给乌克兰 英国跟波兰也都给了具体承诺 可是这真的足以让乌克兰赢得这场战争吗 小新电文教育记者李作何 好 现在俄乌战争演变成是一场延长在双方持续的僵持不下 那么到底什么时候 什么关键才可能变成一个转折点呢 会不会是西方国家他们所提供的武器 我们先来看到 现在包含了美国 英国 德国 西方国家 他们来持续援助乌克兰 像是德国 他们要提供的是鲍二坦克 而美国是M1坦克 而英国的部分则是要提供挑战者二 那这些坦克到底有没有可能扭转战局 因为像是坦克 他具有关键进攻因素 可以攻破敌人的防线来夺回领土 那当然现在这个ISS国际战略研究所 就认为说西方的援助将会在俄乌战争当中 发挥他的作用 可是这当然他的判断原因 因为包含说有些优势 像是这些武器 可以在夜间的时候能够持续的作战 但当然还是有一些隐忧的 比方说像是这个英制的坦克 他的使用弹药是有差异性的 另外是美制的坦克 他的燃料消耗也是比较大的 那当然在乌尔战争的情况之下 双方现在打的是一个比耐力的情况 那到时候获得数量多少训练时间多长 都会左右战情 而乌克兰持续向外求援 包含坦克有三百辆说要步兵战车七百榴弹炮五百 但是要达到这些数量还有极大的空间 我们刚刚提到了西方国家接力军援 乌克兰主战坦克 像是德国有这个鲍二坦克等等 主要是因为乌克兰现在能打地面战的 都是老旧的苏联士旗武器 德国的鲍二还有英国的挑战者二行 都是希望能够赶在三月底交付 乌克兰这几天还喊话想要长城武器 英军声发出轰轰巨响 巴赫姆特无兵操作主战坦克 但画面中的这款其实是苏联时期的T64老爷坦克车 这台老坦克外观还行 但镜头往内确实充满老旧的零件 有着满满时代感 不过毕竟还是乌军熟悉的苏联系统 因此不论射击或重新装弹 用起来都算顺手 也照常能拿它抵挡俄军 如果我们撞到一个固定的位置 我们使用这个器材 他说它是旧的 但很精确 不过前线乌军坦言 这种坦克车越来越容易抛锚 维修困难不说 未来可能连弹药都会不够 幸好乌克兰很快就会获得西方 主战坦克 乌克兰驻法国大使透露 西方各国在这波军援中 总共提供了321辆战车 目前关键还是在交付时间 鲍尔坦克的部分 德国防长表示 三月底前可以提供 至于英国的挑战者二行 同样也说拼三月底交付 目前要等比较久的 还是美国的M1艾布兰坦克车 实际交付少说要花上好几个月的时间 美国政治新闻网站引述知情人士报导 五角大厦其实考虑提供比现有库存M1A1 更先进的M1A2艾布兰坦克 只是报导也提及 目前产线上台湾和波兰都已经下订单 一时半刻也很难排开 气势磅礴的宣传片 德国国防工业公司所生产的爆二 这几天声明大造 军工厂所在的黑森包 当地首长还列临造访 自豪能为乌克兰尽一臂之力 只是乌克兰求胜心切 还想拿到更多长城武器 用网清单包含陆军战术飞弹系统 乌克兰想靠它锁定较远的 俄军补给线做精准打击 虽然美方还没点头 但西方各式军援不断 意大利和法国防长又会面商讨 要提供另一款防空系统 只是北约国家中还有反对声音 立场逐渐轻饿的匈牙利总理 形容德国等于一步步卷入战争 欧武战争成为媒体焦点 美国前总统川普以来 博板面 他痛批 拜登政府无能 若是自己只需24小时 就能让双方和谈 川普话说的简单 但各界都评估 俄罗斯密谋在春天重新进攻 乌克兰官方倡议媒体说 去年俄罗斯就是因为太高估自己的实力 导致春天首波进攻时 有大量战车深陷烂泥 因而落败撤出基辅地区 乌克兰目前的做法是先武装自己 希望多多拿到西方的先进坦克 再入春后与俄军背水一战 TV新闻综合报道 晚间最新还要来关注 国际经验证的相当不平静 继尾巴冲突升级之后 巴基斯坦稍早也传出爆炸案 一座清真寺遭到嫌犯 取自杀炸弹攻击 造成至少34人死亡 最新的情况 连线国际组的记者 是戴神 画面中这座清真寺内部倒数 都是十块残骸 一边的外墙跟屋顶 甚至严重塌陷外露 救难人赶到现场 持续搜救瓦力堆底下受困的人 这起事件发生在巴基斯坦 当地时间周一下午 西北部白夏瓦当地一座 清真寺遭到刺杀炸弹袭击 目前至少有34人死亡 150人受伤 这座清真寺是一栋两层 屋高的建筑物 而且还位在当地的警察局附近 因此死者里面有很多都是警察 当时里面正在进行祷告 聚集了超过三百人 根据目击者指称 当时嫌犯就坐在前排 忽然之间引爆炸弹 导致清真寺部分的建筑物 发生严重的坍塌 废墟底下恐怖还埋着不少人 因此警方也认为死伤人数 还会再向上攀升 事发之后 巴基斯坦塔利班组织 也在推特上坦诚犯行 不过近来中东地区 其实非常的不平静 除了巴基斯坦发生恐攻之外 上周另外一边的以色列 也跟巴勒斯坦爆发血腥冲突 时机点很敏感 就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中东之行前夕 目前人在埃及访问他则表示说 希望以色列跟巴勒斯坦 双方能够保持冷静缓和局势 也预料他会亲自跟双方的领袖会晤 居中斡旋来调停纷争 以上就为你讲的最近情形 我们就继续来看 除了乌尔台海以外 我们刚才提到了中东 有可能变成第三个火药库 就是以色列跟巴勒斯坦的冲突 再度升级 1月26号 以色列袭击巴勒斯坦最大的难民营 而1月27号 巴勒斯坦的枪手 则袭击以色列的犹太教堂报复 造成至少7人死亡 今天则是传出伊朗的军工厂 疑似遭到以色列的无人机攻击 以色列的特型反恐小组 鹤枪实弹攻击 这比电影更真实的武装场面 就发生在巴勒斯坦最大的 哲宁难民营 不断朝对面的建筑物 投掷手榴弹 烟雾弹 就是以色列这一场突击行动 引爆了连日来的引发冲突 当时以色列宣称掌握了勤资 有伊斯兰教极端分子 正在策划大型攻击行动 因此前往攻坚 以色列还公布了空拍监看影片 说看到约10名枪手 在丢汽油弹以及持枪扫射 地面视角还看到一群人 朝着装甲车扔汽油弹 双方爆发激烈枪战过后 造成至少10人丧命 当中包含一名60多岁妇女 被榴弹波及无辜丧命 家属伤心痛哭 以色列这边得意的恭喜警方 成功反恐 让巴勒斯坦的武装组织 哈马斯更是愤怒 城市阿什克隆防空警报大响 就是因为巴勒斯坦发动了 暴富式空袭 夜空中有红色火光 以色列宣称火箭炮都被铁穹系统拦截 并随后宣称轰炸了哈马斯 制作火箭炮的地下工厂 两边互轰还没完 新一波枪击再起 东耶路撒冷一座犹太教堂附近 遭到一名巴勒斯坦男子开枪 造成至少7人死亡 而几个小时后 同一区又发生枪击案 哈马斯宣称 这是对以色列突击的报复 而以色列的总理纳坦雅胡 更是强硬宣战 说要扩大反恐 以色列不但下令 把犯下犹太教堂枪案枪手的住家 给全面焊接封死 接下来还要拆封住家 枪手的家人也遭受严惩 剥夺公民和居住权 并驱逐到约旦和西岸 这一连串事件都让一般局势 陷入近年最紧张局面 而就在此时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将出访 首要任务当然是想要当和事佬 但恐怕很难 纳坦雅胡这一次回国组成的极右派联合政府就已经让巴勒斯坦很不满 而且近期以色列和美军联合进行军演 陆 海 空 三军联合军演 CN记者登上了美军的核子航舰不喜好直击 大展军事肌肉恐怕无助于管和情势 而且就在此时伊朗的军工厂还传出疑似遭到以色列的无人级袭击 尽管美国否认参与或知情 但是恐怕只会让烧得阵旺的尾巴冲突更乱更难解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新接任的美国国会众议院外委会主席麦考尔在受到受访的时候提到 美国为台湾跟中国冲突的可能性确实非常高 再交给作和 你带我们了解 好 如果台海发生军事冲突的话 美国真的会伸出援手吗 我们就来看到就很多人想要问的问题 那么现在美国的空军上将米尼汉 他就扬言 他说在2025年的时候 他认为美国很有可能和中国大陆真的开战 而这番话也展现说美军最高阶层 担忧大陆企图掌控台湾这件事情 那当然他判断有一些原因 比方说在时间点的部分 2024年是台美的总统大选 另外是美国从阿富汗撤军 他就说这些议题 其实都创造了中国大陆采用军事行动的机会 另外他的这些言论 也被美国众议院的外务会主席麦考尔注意到了 那他也说 如果中国大陆没办法以不流血的方式 掌控台湾的话 他也非常担心 恐怕就真的会考虑用军事入侵的方式 美国为台湾和大陆冲突 他认为这个可能性是非常高的 而美国的国防部长奥斯丁就说 中国大陆虽然升高在台湾海峡的军事行动 但是他非常怀疑 这个是不是真的就能够代表着说 中国大陆将会入侵台湾 我们最近不断的听到美军高级将领 一再的预判台海冲突将升高 而且是越来越接近 最近美国四星上将 迷你和对内的备忘录 还被美国的媒体曝光 他严判2025美中将爆发冲突 还要求旗下的部队在今年完成战斗准备 那么这些都在在显示 美军观点下的台海情势真的相当的紧张 那么台湾会做怎么样的一个预备措施 再来看看 农历新年才刚过 上班族脑袋都还没开机 美军高阶将领却再次语出惊人 根据美国媒体NBC报导 美国空军机动司令部 上将司令麦克·米尼汉 在一份发给下属军官的备忘录中 预测美国可能会在2025年 与中共发生冲突 并敦促下属在今年 做好开战的实战准备 而战争的导火线就是台湾 以美国而言美国向来的习惯是会 他们真的是我们所谓的料敌从宽 就是无论如何先把最坏的状况准备做出来 所以我们注意到不管是智库 不管是美国军方 不管是什么其他单位 只要在做兵推的时候 他一定会把各种状况 尤其是最坏的状况 都会落列入考虑 一个星星崛起的大国 必然会挑战现存的大国 两者冲突不可避免 这在国际政治理论中 称作休息底的陷阱 依照这样的逻辑 美中之间必有一战 以从一个军人的角度来看的话 他们就各种客观的 所得到的各种情资 还有中共方面的一些动向 他们判断起来就是说 最有可能发生战争的时间点 他们要进行一个预估 一个预判 然后及早进行相应的准备 我觉得这个是美军 美军官方他们一直不断的强调说 在什么什么时候会发生 中国武力犯台这样的一个事件 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动机 不论是美军四星上将米尼汉 最新预测的2025 还是前美军印太司令戴维森 预测许久的2027 台海战争的风险 在美军看来是近在眼前 尤其美国海军舰艇 目前面临态患 中共海军兵力却正好成熟服役 两者战力在一来一往间 可说是此消彼长 在美军观点看来 中共的军力扩张 已经让美国在西太平洋 没有必胜的把握 因此若台海真的爆发战 美国会希望台湾依靠自己的 军事力量称越走越好 因此美国现在对台军售的武器 也逐渐转向地面防卫为主 希望能够延长战局 国军2019年采购的M1A2战车 首批将在2024年交付 最近美国还批准了M136 火山布雷系统 都是杀伤力强大的陆战武器 这与台湾过去海空为主的 建军思维相当不同 如果台湾的陆军被他们判定说是 可以很轻易地在登陆之后击败 甚至是只要有残存少量的兵力 就可以击败我陆军的话 那么这可能会进一步诱使中共冒险 所以我们从贺阻的角度来看的话 最后一道防线其实是第一道防线 就是当他发现说 即便他击败了台湾的海空军 他还是需要有足够庞大的陆军 才能够完成他的入侵这件事情的话 那么他在入侵之前可能就会再多做考虑 所以说这其实是嚇阻的第一步 搭配美国主导的战略调整 台湾一系列军事部署 包含兵役制度延长为一年 以及国防部 外交部 陆委会 驻美代表等国安人事布局 都采取保守策略 不难看出顺应台美双方遂行默契 在稳定中求发展 除了国安局长异动之外 国安系统几乎没有动 没有动的原因我认为大概是两个 第一个他想要安定国安系统的人事 过去这四五年来 蔡总统主政以来这几年 两岸关系以及国际情势的不稳定 可能让他觉得这一批老将 能够保稳整个国安的环节 当美军开始对中共各项军事的威胁 进行好一个完善的准备的时候 可能还有一段时间 这个是中共军方他们评估说 可能是一个入侵台湾的最好的时机 不论是否愿意美中博弈将是长期过程 而两强冲突的结局恐怕难以避免 台湾作为冲突风险的引爆点 势必得提前因应承受冲击 TVBS新闻谢前夕顾尚军 台北报道 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